是防水的材質 或防刮的測試 刀片去刮它 怎麼刮就不會壞喔 那現在買那個包包呢 就會送這個三合一的線 非常的厚 背起來就比較不會有布袋 背在外面其實也不會覺得悶熱 它也很符合人體工學 然後裡面接一個行動操 你外面就可以直接接手機做 我用的是這個LC輕量級機能背包 它其實是蠻大一顆 然後非常多的獨立的空間可以裝東西 光是外面就有兩層 裡面裝的是什麼 比如說耳機啊 然後裝酒精 絲巾紙 雙膏 很多包的衛生紙 這一層裡面有這包 再來最大的這一層 是你連旅行都可以使用 這一層裡面超精彩 裡面有一個暗戴粉餅 首方 長在乳 這個是眉皂 口紅 眼線筆 小唇膏 遮瑕 這個是護唇膏 就光這一邊就可以塞這麼多東西喔 一層有雨傘 牙霜 攤具 衛生棉 及腳架 那個包包特別這樣子 然後裡面接一個行動操 外面就可以直接接手機做充電 有壓線包 這個是電腦的電源 這一層呢就是我的 麥克風 溫文課本 接下來這一層呢是我的 電腦 夾層是很厚 裡面都有鋪棉的 所以呢我一天都要帶這麼多東西出門 那什麼樣的包包是可以 讓我負載這些東西 答案是這一款 LC輕量級機能背包 是防水的材質 這邊還有比如說你要當背包客的話 你後面就可以放你的護照 那這邊有一條袋子 你就可以直接套在你的行李箱上 趁電非常的厚 背起來就比較不會有負擔 背在外面其實也不會覺得悶熱 可是它也很符合人體工學 這邊有一個卡夾層 直接拿出來就可以逼了 通過防刮的測試 包片去刮它 怎麼刮 就不會壞喔 那現在買那個包包呢 就會送這個三合一的線 是蘋果的Lightning 舊款的Android會有USB頭 款的Android會有Type-C頭 好 那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